1942年6月4日10点50分 在大河号作战室里 山本收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赤城号、加河号、苍龙号遭敌机攻击后起火 逆飞龙号迎战敌航母 电报是阿布宏义从利根号上发过来的 突如其来的噩耗震得所有人目瞪口呆 一下子损失三艘航母 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此时 山本在广阔战线上多路推进的战略 立即暴露出致命缺陷 它的几支部队相距太远 短时间内无法聚拢形成拳头 目前主力舰队位于南云西北550公里 近腾在南云西南650公里 尽管两支部队有相当可观的水面战力 但各自只有一艘轻型航母 用于自保尚显不足 更不用说与美军重型航母对抗了 目前只有矫田第二机动部队的龙香号和笋英号 可以提供有效空中支援 他们拥有的舰载机超过了60架 矫田远在3000公里外的荷兰港附近 即使接到命令立即南下支援 最少要三天才能赶到核心战场 在此期间 山本只能指望众多水面舰艇 能有机会靠近美军航母 实施贴身肉搏 靠大口径舰炮和鱼雷攻击对方 虽然前景暗淡 但眼下认输为时尚早 日军还拥有飞龙号 当前线传来 山口已派出攻击机群的消息时 大家都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目前最大问题是 南云的飞行甲板严重不足 如果矫田能够把龙香号和损银号 迅速向南开进战场 挽回不利局面尚有可能 在召集矫田部队的同时 必须尽快组织起 尽可能多的水面战斗力量 12点20分 山本向个部队下达了联合舰队 第155号作战命令 1.12点整 主力舰队位于北纬35度08分 西京171度05分 航向120度 航速20节 2.不计船队暂时脱离主力舰队 山本将金帅主力舰队快速支援南云 3.田中登陆船队暂向西北方向避让 近藤部队以最快速度与南云会合 4.角田第二机动部队迅速南下 前往增援南云第一机动部队 5.第三 第五潜艇战队迅速潜出至西京168度 北纬26度至36度之间展开 随后 山本又命令田中船队不要跑得太远 在中途岛以西920公里处待机 一旦战局出现有力变化 则立即掉头东进攻战中途岛 南云于下午一点接到命令 与此同时各侦察机的报告如雪花般飞来 很多自相矛盾且漏洞百出 但有两份报告对局势的判断起到了关键作用 分别是驻摩号越旗正校的报告以及蓝号审问美军飞行员的供词 美军的供词于一点三十分同时发给了山本 南云 近藤和小松 美国人的确有三艘航母 这一消息让南云试图在骤尖利用水面舰艇翻盘的希望彻底破灭 如此规模的航空兵力 足以在日军舰艇接近至炮击距离前将其彻底粉碎 但从上述情报可以看出 美军舰队中没有战列舰 护航舰队全是轻型舰艇 这对南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大和号上山本的精英参谋仍在竭尽全力试图挽回败局 除美军航母下一步登陆作战 还必须面临中途岛陆基航空力量的威胁 有人提出这一问题可以用舰炮来解决 如果近藤能够派出重型舰之鱼当晚炮轰中途岛 那五日早上他们就只需集中力量对付美军航空母舰 1点10分 山本再次下达了第156号作战命令 1.集中所有兵力消灭敌军舰队 2.近藤部队抽掉部分力量炮击中途岛 摧毁敌军航空基地 3.暂缓占领中途岛及基斯卡岛 黑岛建议可以对美军实施夜间攻击 日本海军以擅长夜战著称 此时双方距离也使五日晚上的夜战成为可能 前提是美国人吸进或停在原地不动 如果飞龙号能创造奇迹极大削弱美军航空兵力 战局也许尚能维持 截令后,近藤将夜间炮击中途岛的艰巨任务 交给了力田舰南的近距离支援部队 既然登陆船队暂时退却 田中也就不再需要力田的近距离支援了 近藤还想把战略舰金刚号和比锐号同时配属给力田 但这两艘舰巨中途岛上远 五日日出前不可能赶到中途岛 近藤只好作罢 接到命令的力田于下午三点率熊野号 陵谷号 三围号 最上号 及昭朝号 荒朝号 全速向中途岛发起冲刺 虽然这几艘巡洋舰的航速为日本海军之冠 但在五日黎明前赶到中途岛依旧希望不大 况且在实施炮击后 力田还必须立即撤出战斗 毫无空中保护的舰队势必遭到中途岛陆基航空兵和航母舰载机的双重追杀 但是军令如山 力田只好怀着悲壮的心情向东及时 噩耗很快接踵而至 傍晚时分 山本和近藤同时收到了南云发来的电报 飞龙号重担起火 作战室内举座接京 同一时间 角田接到大河号发来的命令 第二机动部队迅速南下与南云会合 对中途岛和基斯卡岛的登陆延期实施 随后角田调头南下 前去与南云会合 画面转到美军这边 弗莱彻的首要问题是妥善处理约克城号 在留下修斯号暂时看护约克城号后 弗莱彻帅胜余剑之向斯普罗恩斯靠拢 留在原地很可能与日军发生水面夜战 六艘驱逐舰上挤满了航母幸存人员 水面战斗对美军非常不利 虽然之前并未就此沟通过 但在不与日军进行水面夜间战斗这点上 斯普罗恩斯和弗莱彻可谓是不谋而合 根据情报显示 一支庞大的日军舰队正从西北方向快速驶来 西南方向也出现了一支舰队 曾经袭击荷兰港的那支日军航母舰队可能正从北方驶来 中途岛以西海域刹那间剑拔弩张 风声鹤唳 如果舰队继续吸进 斯普罗恩斯判断自己很可能与日军的水面舰艇迎头相遇 之前的交战已使战场形势明显有利于自己 但美军也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此时尚能作战的飞机包括65架俯冲轰炸机 54架战斗机和3架鱼雷机 约克城号毫无战力且已成为雷坠 美国人缺乏足够的护航驱逐舰 他们的油料已处于警戒状态 根据战前情报 日军舰队中有数量可观的战列舰 但美国人没有战列舰 斯普罗恩斯明白 用巡洋舰和战列舰对抗 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现在他有两艘航母 对手很可能已经没有了 如果自己端着冲锋枪 去和手持匕首的敌人近身肉搏 那就是脑子进水了 航母的攻击力来自舰载机 他们在夜间无法起降 黑夜中的航母由攻击力气 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雷坠 与舰体低矮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相比 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就像水面上 矗立的两座摩天大楼 他们缺乏重型装甲和大口径火炮 如果进入对方战列舰的火炮射程 则会被敌人毫不费力地摧毁 再加上斯普罗恩斯无法判定 白天重创的是不是敌人的全部航母 战前情报显示 日军在战场可能存在第五艘航母 为应对第二天可能出现的意外 保存现有战力十分必要 斯普罗恩斯始终牢记 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保卫中途岛 同时尽可能减少舰船 特别是航母的损失 晚7点15分 斯普罗恩斯下令舰队掉头东行 之后向北航行一小时 离明前再转回西行 这样一来 他的舰队就可以与日军保持一定距离 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之内 从登上常良号那一刻起 南云就一直积极坐着 进行水面对决的各种努力 即使目睹了飞龙号的覆灭 南云打夜战的期望仍丝毫未见 他甚至准备抽掉救助受伤航母的驱逐舰 参与夜战的侦察和攻击 但随后 驻魔号二号机发挥了一条令人沮丧的消息 敌军东撤航向70度 航速20节 这说明 之前打得顺风顺水的美国人 并未乘胜追击 而是诡异地掉头返航了 不管敌人意图何在 南云精心策划的夜战计划 很可能因此泡汤 首席参谋大师保建议 派出长梁号唯一一架夜视侦察机 继续搜寻美军舰队行踪 区区一架侦察机 在暗夜里捕捉茫茫大海上的一支舰队 成功概率和朝黑暗中开枪一致 但求战心切的南云 依然下达了侦察机出击的命令 他对于诱敌夜战 已经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 近藤同样进行着夜战的积极准备 他于下午5点50分下达作战命令 一、利用月色以密集战斗队形与敌作战 二、第五巡洋舰战队 第二区逐舰战队 第四区逐舰战队可单独行动 三、攻敌鱼雷深度定为四米 很快 驻魔号二号机又来添乱 晚6点30分 驻魔号向南云发来灯光信号说 我于下午2点13分发现敌航母四艘 巡洋舰六艘 驱逐舰十五艘 在燃烧倾斜的那艘敌航母 以东30海里 敌部队正向西运动 我即发现他们后不久 遭敌机追击 失去目标 六分钟后 山本和语言收到了那份敌军东撤的电报 在海图上简单测算后 语言发现撤退中的美军舰队 距近腾近185公里 晚7点15分 他以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名义 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敌舰队实际已被击溃 正向东退去 二、附近所属各部 立即全速追尖残敌 同时占领中途岛 三、南云部队、近腾部队 及潜艇部队 应立即接敌并攻击至 晚8点30分 山本再次补发电令 炮击摧毁中途岛航空基地的任务 晚11点前 由1168号潜艇承担 11点后 由第七巡洋舰战队承担 接到电令的南云认为 司令部发出上述命令 源于对敌情的错误估计 之前朱摩号二号机提供的信息表明 美军航空兵力 占据绝对优势 自己的大部分驱逐舰正守护在几艘受伤航母身边 无法抽身 南云据此判断 如果贸然在夜间向美军靠近 一旦夜战无法进行 第二天白昼来临时 自己只能像砧板上的鱼肉那样任人宰割 意识到这种危险的南云最终决定放弃夜战 选择暂时撤退 以图来日再战的明智方针 同时尽力挽救尚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的飞龙号 然而南云的做法彻底激怒了山本 山本当即发出电令 除赤城号 飞龙号及护卫舰支 第一机动部队其余兵力 全部交由近藤指挥 半年以来 风光无限的南云就这样被免职了 接到山本电令的近藤 立即致电各部 在中途岛西北325公里处会合 积极东进巡敌 自午夜起发起攻击 此刻在上午发生激战的海域 日军三艘主力航母已到了弥留之际 中弹仅几分钟 苍龙号主机已经停止运转 舵轮系统无法操纵 导致动力全失 消防管路悉数被炸毁 10点40分 苍龙号已经侧倾在海水之中 箭手到箭尾一片火海 白色浓烟从箭体左衔喷涌而出 机库完全被大火包围 10点45分 舰长刘本下达了弃箭命令 许多人为躲避到处肆虐的大火 直接跳进海中 加上先前被爆炸先进大海的水冰 一时间 苍龙号周围的海面上人头攒动 冰封号和鸡封号立即靠前奋力打捞幸存者 数百名幸存者被救上了鸡封号 突然上来这么多人 小小驱逐舰随时有轻浮的危险 舰长封岛军一只好下令所有人不得随意走动 他的命令明显多余 那些救上来的人要么筋疲力尽 要么身负重伤 让他们动也动不了 见上一片凄惨的豪哭和呻吟声 不断有人因伤重死去 当落日将余辉毫无保留地 撒向浩瀚无际的太平洋时 苍龙号迎来了他的最后时刻 一架卡塔琳娜就在炮火射程之外的半空中 幸灾乐祸地盘旋 远远跟踪这艘即将沉没的航空母舰 晚7点13分 苍龙号舰手以怪异的方式向上翘起 船尾开始徐徐下沉 海水扑灭舰上的火焰 发出阵阵令人心悸的嘶嘶声 五分钟后水下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爆炸 随后海面渐渐恢复宁静 苍龙号的沉没位置是北纬30度38分 西京179度13分 随他沉没的有711人 包括舰长刘本 事实上当美军最后一架无卫式投弹结束后 已有三分之一船员阵亡 苍龙号是日军损失的四艘航母中死亡率最高的 与苍龙号相比 被命中四弹的加赫号同样好不到哪去 截至12点50分 这艘航母已经完全失去了动力 在数千米之外的海面上 阴魂不散的鹦鹉罗号再次升起了前望镜 布罗克曼少校跟踪这艘航母将近三个小时 他认为虽然这艘受损航母的顶部明显已被摧毁 但他看似仍平稳地待在海面上 舰体似乎没有受损 大火好像也控制住了 还能看见前甲板上有很多人在忙碌 航母两侧三千米处各有一艘巡洋舰负责警戒 其实那是驱逐舰秋风号和武风号 于是布罗克曼决定将这艘受伤的航母击沉 免得日本人拖回去修复 下午1点59分 布罗克曼下令向静止的加贺号发射四条鱼雷 第一条鱼雷并未射出 另两条严重跑偏 分别从舰手和舰尾一掠而过 剩下那条在水中画出一道雪白的航迹 直奔航母而去 损控指挥官国真义雄正组织人员抢险 不经意间看到了正不断逼近的鱼雷 偏偏加贺号毫无机动能力 只能眼睁睁地等着被炸 惊恐万壮的国真向周围的人发出狂呼 让大家尽快跳海逃命 所有人都发疯似的游离加贺号 以免被即将到来的爆炸波及 那条鱼雷虽准确命中舰体中部 却断成两节并未爆炸 鱼雷弹头迅速沉入水中 带着汽舱的中央和尾部连在一起 在水上晃荡 滑稽极了 附近水面挣扎的几名水兵 见此情景又惊又喜 立即游上去 抓住了这只上天恩赐的救生法 布罗克曼认为自己发射的鱼雷 全部命中了目标 因为航母从舰手到中部 都燃起了红色大火 许多人正从上面跳下 实际上 加赫号伤势不断加重 并非鹦鹉罗号的功劳 他依然倔强地浮在水面上 美军潜艇立即遭到日军驱逐舰的攻击 2点10分 岩上次一指挥秋风号 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 布罗克曼迅速掉头 下潜至60米处 12分钟后 秋风号一口气投下了11颗深水炸弹 但炸弹下沉深度不够 爆炸位置大都位于潜艇上方 只有一些小碎片崩到潜艇里造成几处轻微的渗漏 2点31分 岩上再次发起攻击 这次炸弹离潜艇更远 毫无效果 见此情景 五风号前来支援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两艘驱逐舰头下的42颗深水炸弹 让布罗克曼痛不欲生 但他最终依旧侥幸逃脱 事实上 即使没有鹦鹉罗号 加鹤号同样无可救药 尽管飞行长天谷孝九帅消防人员 与不断蔓延的烈火搏斗 形势还是变得越来越无法挽救 库存弹药和鱼雷被接连诱爆 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此起彼伏 殷舰长 副舰长等高级军官均已死亡 做出弃舰决定的尴尬任务 戏剧性地落在天谷头上 他认为 富有实战经验的航空兵 是海军最宝贵的财富 下午4点40分 天谷断然下达了弃舰命令 秋风号 武风号 上前救起幸存者 晚7点25分 海水淹没了前端飞行甲板 嘉赫号带着800名水兵 沉入北纬30度20分 西京179度17分 深5000米的冰冷海底 海面上只留下无数泡沫和漂浮的残骸 晚9点23分 飞龙号完全停止运转 风云号 卷云号 古风号冒着巨大危险靠上前去 用水管向航母泼水灭火 击库积水导致飞龙号左倾超过15度 连卷云号的桅杆都被撞断 虽然火势一度得到控制 但截至晚11点58分 航母上再次发生了一次剧烈诱报 所有活着的人都拒到了未被大火占领的飞行甲板左后部 彼时飞龙号已无可挽救 工程参谋九剑五雄向首席参谋伊藤清六建议 无论如何也要把山口转移到安全之地 必要时刻意使用武力 伊藤并不赞同 你就是将他硬拖下去 我敢肯定这位意志坚定的将军以后还会自杀 他以决心与航母共存亡 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才是正确的方式 尽管平时遇下急言 但所有下属都愿与山口同声共死 然而山口坚决反对 加莱提出自己作为舰长 已经决意与舰同臣 五日两点三十分 加莱下令弃舰 二十分钟后 两人向舰上约八百名水兵发表了诀别讲话 全体人员转向东京方向 由山口领头三呼天皇万岁 军乐队奏响了悲哀的军号 船员齐声唱起 军之带 山口的将棋和飞龙号的战棋 在歌声中徐徐落下 三点十五分 撤离工作进行的有条不稳 五点十分 太阳从海平面上徐徐升起 卷云号准备执行山口的最后命令 驱逐舰左衔的鱼雷进入了发射状态 第一条鱼雷因发射太深 未能命中 舰长腾田勇绕到右衔又发射了一条 剧烈的爆炸将航母舰手抬出了水面 断定航母铁定沉没的腾田调头返航 如果要在日军中找一个类似美军格雷那样的人 这个人无疑正是腾田勇 就在卷云号转身离去之时 飞龙号甲板上忽然窜出一大群人 向正在离去的驱逐舰挥舞手臂和帽子 因担心天亮后遭到美军空袭 腾田勇相当冷酷地决定将那些刚出现的活人留在那里 事实上他完全有时间派小艇将他们接走 腾田勇的判断有误 顽强的飞龙号依然停在海面上 迟迟不肯入水 日军千方百机遇保全的莫过于赤城号了 这艘第一航空舰队的旗舰可以说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象征 虽然仅中了一颗炸弹 但随后产生的一系列诱爆彻底毁掉了这艘航母 南云和草路离开后不久 青木就下令所有伤员和飞行员撤离 11点35分 机库中的鱼雷和炸弹借连爆炸 导致火势更加猛烈 下午1点38分 绝望的青木下令将天皇玉象转移到野分号上 3点45分 机库里再次发生了一次训报 前机库隔板被彻底炸穿 熊熊大火开始朝甲板前段和中段蔓延 直到晚7点15分 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 轮机长冒着烟雾和烈火冲上甲板报告青木 航母靠自身动力航行已无任何指望 青木当即下令轮机舱内的人全部撤出来 但显然已经太晚了 派出的传令兵一去不返 轮机人员全被封死在下面 经南云批准 青木下令所有幸存者撤离 两小时后 包括青木在内的约500人挤上了蓝号 另有200人上了野分号 青木从驱逐舰上致电南云 请求批准将赤城号击沉 大河号上的山本河语员 截听到这份电报后震惊异常 主力舰队正快速东进寻敌夜战 此时放弃赤城号为时尚早 晚10点25分 山本电令南云暂缓处置赤城号 这一命令隐含着对青木的责备 于是青木独自返回航母 回到上尉被大火波及的抛锚甲板 把自己绑在起锚脚盘上等死 夜色无情吞噬了太平洋 山本河语员在交集中等待 近藤与美军接触的消息 直到午夜 前方在无新消息传来 日本人欲通过夜战挽回败局的希望 越来越渺茫 众参谋在海途上比划了一番 他们肯定将在黎明后 才能抵达中途岛的利田舰队 势必在第二天上午 暴露在美军航空兵的打击之下 5日0点20分 山本下令致电利田 取消炮击计划 以最快速度返航向主力靠拢 司令部内乱作一团 无人想到要将上述命令 传达给同样执行炮击任务的 1168号潜艇 5日2点55分 大河号向参战各部 下达了联合舰队第161号命令 一 撤销攻占中途岛计划 二 主力舰队负责集合进腾 南云部队于6月7日上午 在北纬33度东京170度位置加油 三 登陆船队向西行驶 脱离中途岛美军陆基飞机的攻击范围 电文中并未提及对赤城号的处置 作战室里 山本赵吉仲参谋认真讨论了这一问题 是同意青木的意见将之击沉 还是冒在打仪仗的风险冲进去把他拖走 黑岛据理力争说 如果轻易放弃赤城号 美国人会把他拖到旧金山去展览 沉吟良久 山本终于开了口 语调缓慢而沉重 我曾担任过赤城号舰长 但现在我必须下令将他击沉 但不是所有人都赞成他的观点 不知是谁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质问语言 我们如何就此次失败向天皇陛下谢罪 山本一字一顿接过了话头 向天皇陛下谢罪的只有我山本一人 另一边 青木已在赤城号绑了快两个小时 飞行长曾田生吾非常担心 他让蓝昊放下一艘小艇 自己与航海长三浦一四郎再次登舰 劝青木放弃与剑供存亡的决心 三浦劝接舰长 航母最终将由自己的鱼雷击沉 而不是被敌人击沉 舰长无需为此做出不必要的牺牲 青木不予认可 随后 资历比青木深的有鹤性做登舰 严令青木必须即刻离舰 青木才半推半就同意撤离 随后 众人安全转移到驱逐舰上 五日四点五十分 有鹤接到了击沉赤城号的命令 扶小前的海面上 大雾中的赤城号隐约可见 有鹤率兰号 野分号 秋风号 武风号 以十二节航速从船尾向前绕过赤城号 向一对直枪行刑的士兵 四舰各自向航母发射一条鱼雷 之后在舰首处集合 剧烈爆炸在右衔激起了冲天水柱 驱逐舰的栏杆处挤满了幸存水兵 目睹赤城号 低下高傲的头向大海屈服 五点二十分 航母舰尾高高竖起 直向空中 开战以来横行霸道的南云旗舰 终于缓缓消失在北纬三十度三十分 吸睛一百七十九度零八分的海面上 二百六十七名水兵随舰陪葬 海面上泛起的无数泡沫 证明了他的失去 从截获的往来电文中 细轩已知晓南云第一机动部队 遭遇重大挫折的消息 与参谋长钟泽佑商议后 细轩于五日八点致电大和号 从全局出发 建议暂时终止阿刘申作战 将全部力量集中于中途岛方向 中途岛之战注定已经失败 北方部队在空手而归 归国后如何向天皇和民众交代 语言适时提出建议 适当增强北方实力 阿刘申作战按原计划照常进行 勿求必胜以挽回最后一点面子 对此山本表示赞同 中午前后 细轩收到语言的电报 要给北方部队再增加部分舰支 同时询问作战能否按计划进行 原来的主战场从中途岛移到了阿刘申 这是之前捞不到仗打的第五舰队建功力业的绝佳机会 细轩和中泽简单沟通后 迅及回电 在得到部分增援后 攻略作战可顺利进行 既然主战场已经北移 第二机动部队南下已毫无意义 山本于6日12点59分 同时电令角田 细轩和高须 第二机动部队交还北方部队 虽然日军航母舰队遭遇沉重打击 但在6月4日下午 中途岛美军仍处在一片恐慌之中 被炸的油库仍在燃烧 参与飞机只能依靠手工加油 士兵士气普遍低落 那些死里逃生的飞行员 一再渲染日军舰队的浩大声势 除了众多卡塔琳娜几乎完好无损 其余各型战机损失殆尽 只剩下两架战斗机和14架轰炸机 按照尼米兹保全重型战机的命令 拉姆齐准备将大部分巡逻机和空中堡垒撤回珍珠港 陆战队员人心惶惶 仿佛岛屿沦陷近在眼前 塞马德 香农 拉姆齐之所以坠坠不安 是因为他们对海上的战斗不甚了解 弗莱撤和斯普罗恩斯连尼米兹都来不及汇报 自然不会把最新消息告知他们 三人一致认定 日本人很快会卷土重来 拉姆齐只知道约克城号遭到日军袭击 但对日军航母受创情况所知甚少 既然海上舰队无法阻止敌人 中途岛很快将面临日军强大水面舰艇的毁灭性炮击 形势无疑是绝望的 其实山本早已下达了总退却令 除利田舰队之外 其余日军舰队均已掉头返航 如临大敌的中途岛最终有惊无险 但仍有一艘日舰已到了中途岛附近 4日晚9点 1168号接到了炮击中途岛的命令 厅长田边起初以为电文有误 让孤零零一艘潜艇炮击美军陆上目标的举措相当诡异 和拿步枪打坦克没什么两样 但在认真核对密码之后 田边确认这是发给自己的 于是决定立即执行任务 后来因形势所迫 联合舰队取消了炮击中途岛的命令 但命令只发给了利田 没人想到通知田边 5日1点20分 尽职尽责的1168号 在聚沙岛3800米处浮出了水面 田边计划用潜艇仅有的 那门100毫米炮发弹15发 其余炮弹留下来已被不测 日军炮弹刚打出去8发 岛上探照灯就扫过来了 很快照明弹升上了天空 当辨认出来 袭者竟是一艘潜艇后 岸防炮很快发起反击 但捉点离潜艇越来越近 眼看不妙的田边 立即紧急下潜躲向外海 随后赶来的几艘美军巡逻艇 投下了深水炸弹 田边轻松躲过攻击 开始长时间潜航 行驶了很远才浮出水面 田边打出的炮弹 全落在焦湖里 未给美国人造成任何损坏 但突如其来的炮击 把塞马德和拉姆旗下得不轻 这预示着日军仍未放弃中途岛 这艘潜艇很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 也许到天亮时 海面上就会出现黑压压的日军舰船 就像当初威克岛守军遇到的那样 正如预料的那样 一个重大危险正向中途岛悄然袭来 丽田的四艘重巡洋舰正向该岛快速挺进 东岛和沙岛实在太小 缺乏纵深 一旦丽田四十门203毫米炮抵进炮机 岛上防御攻势核设施将遭到毁灭性破坏 命令来得快 撤得更快 在语言的建议下 山本随后撤销了炮机中途岛的计划 电令丽田迅速掉头与主力舰队会合 中途岛之战 日军简直倒霉到姥姥家了 本来发给丽田的电令 竟鬼使神差地发给了立根号上的阿卜弘义 等发现错误纠正时 已是五日凌晨2点30分了 比山本要求发出命令的时间晚了两个小时 接到撤退电报时 炮机舰队距中途岛仅160公里了 丽田对此又恼又气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但现在显然不是生闷气的时候 丽田立即下令舰队调头转向西北 以最快速度向主力舰队靠拢 早在15分钟前 丽田舰队已被在该水域活动的美军潜艇坦博尔号发现 这里距中途岛如此之近 厅长约翰莫菲少校无法判明前方模糊的黑影是敌舰还是有军 只好继续保持监视 不久 莫菲在黑暗中丢掉了目标 到2点38分 他突然发现那几艘军舰再次出现 并向北朝他指使过来 快速转向的丽田舰队正好对准了潜伏的坦博尔号 熊野号的廖望哨及时发现了位于舰队前方左前处的美军潜艇 旗舰立即发出信号 红色警报 力田迅级下令向左急转45度实施规避 高速航行的舰队出现了混乱 熊野号完成了向左转向 他身后的领骨号仅转向45度 就发现自己正高速冲向旗舰 立即向右急转切开旗舰的尾流 几乎擦着熊野号舰围驶过 后边两艘舰船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领骨号身后的三维号同样尽快左转 以避免与旗舰相撞 这样他就恰好处于最尾最上号的航道上 三维号舰长齐山士夫 直到最后一秒才发现姊妹舰高速冲了上来 虽然最上号航长山内政绩尖叫着发出了命令 但为事已晚 在一片钢铁碰撞发出的刺耳声响中 最上号薄弱而优雅的舰手 直接撞在三维号装甲裂板上 前进冲力完全受阻 从船头到第一主炮部位 发生了惊骇的变形 几乎缩短了15米之多 幸好舰队刚刚转向 速度仅28节 才为酿成更大的灾祸 相比较之下 癌状的三维号受创较小 速度未受太大影响 但4号咕噜附近的一个油箱 被撞出一个长20米 高6米的缺口 泄露的燃油 在海上留下了一道清晰的污渍 任何飞越这一海域的美籍 都能清楚看到它 这对于身处险境的力田舰队 是致命的 最上号的航速 大减到12节 力田只好率雄野号 和领骨号向西逃走 留下三维号护卫最上号 一起离开战场 力田同时致电 被圆圆甩在后边的昭朝号 荒朝号 命令他们继续东行 与受伤巡洋舰会合 危机关头 最上号的损控指挥官 圆渡正之 立即组织修补漏洞 尽快把撞坏的燃油舱修好 并下令抛弃所有可见依然品 包括深水炸弹和24条鱼垒 随后两舰以最上号的最大航速 12节向西盘山而行 此时懵懂得莫飞仍未识出 来见身份 他于三点致电上司 英格利西少将 2点17分 有多艘来历不明舰只在中途岛以西 160公里处航行 几分钟前改变了航向 4点37分 他再次补发电报 确认发现的是敌巡洋舰 6点整 莫飞终于发出了一份详细报告 中途岛以西210公里处 发现敌两艘巡洋舰 航速17节 一艘带伤 由于莫飞并未向日舰发起攻击 迟迟发出的情报含糊不清 并未强调敌舰背向中途岛行驶 最终导致战机遗物 潜艇专家尼米兹 冻了雷霆之怒 随后就解除了莫飞的职务 尼米兹在6点30分 获悉了全部信息 在征得尼米兹同意后 英格利西域6点47分 发出了作战命令 据信敌人将在今天尝试登陆中途岛 附近海域所有11艘潜艇 迅速浮出水面 以最快速度 进至中途岛10公里之内 随时对可能出现的敌军运兵船队 及护航舰之发起攻击 中途岛同样收到了珍珠港转发的 潜艇发现多艘不明舰支的报告 塞马德当机下令 放飞了10架卡塔琳娜 以尽快确定 莫飞发现舰队的身份和位置 当天侦察机对外搜索 距离为460公里 区域仅限于20至250度之间 7点07分 尼米兹转发了一架卡塔琳娜 在6点30分发出的报告 两艘战列舰位于中途岛以西 230公里处 航速15节 横向向西 很快 另一架卡塔琳娜报告说 相同方向185公里处 发现敌两艘驱逐舰 米米兹同时支点金 弗莱彻 斯普罗恩斯和塞马德 有强烈迹象表明 日军将不顾头一天的重大损失 尝试突击占领中途岛 其实当时几乎所有日军舰船 都已掉头向西行驶 距离中途岛最近的是三威号和最上号 他们不是不想跑 而是跑不快 向东行驶的 只有急于与受伤巡洋舰会合的 昭朝号 荒朝号 三威号舰长齐山意识到 自己可能已经被美军发现 他在6点23分向近藤 力填报告了自己的位置 北纬28度10分 西京179度30分 航速12节 虽然三威号可以跑出35节高速 但齐山不忍心抛下最上号不管 决心与齐同进退共生死 齐山知道 山本和近藤的舰队 在正西或西北方向 于是明智的选择以最大速度向西航行 尽快拉大雨中途岛的距离 在发出电报仅7分钟后 齐山视野中已出现了美军卡塔琳娜 这就意味危险来的比预料的要早得多 敌舰已经近在咫尺 必须将之恶杀在摇篮之中 气点 赛马德和拉姆齐下令岛上剩余的轰炸机全部起飞 前往攻击刚刚发现的日军舰队 首先起飞的是马歇尔泰勒上尉的六架无卫士 和理查德夫莱明上尉的六架报复者士 飞行大约45分钟后 泰勒在75公里外发现了海面上漂浮的大片油渍 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正在逃跑的两艘日舰 泰勒率队从3000米高空背光向最上号发起俯冲 尽管日舰速度不快 防空炮火依然猛烈 美军投下的六颗炸弹全落在了离舰很远的地方 弗莱明比泰勒晚到了几分钟 8点40分 他率机从1200米高度下滑投弹 选择的目标是三维号 利昂威廉森上尉看到弗莱明的飞机重弹起火坠入大海 其与美机投下的炸弹同样无疑命中 日军在应对美军前两轮攻击中毫发无损 还顺带击落敌机一架 前两匹美机刚飞走 布鲁克艾伦中校的八架B-17就赶到了 他们一口气投下了39颗227公斤炸弹 陆军飞行员的表现依然别角 这么多炸弹只取得了一颗晋尸造成最上号两名水兵死亡 接连经受三轮打击之后 日军两艘重巡洋舰继续向西盘山而行 齐山同时致电山本 晋腾和利田 尽管遭敌多轮攻击 但我们成功将之逼退 未受损伤 齐山很快收到了一条好消息 晋轮机兵不懈努力 最上号航速提高至14节 他觉得自己有把握 躲过随后美军的所有攻势 全身而退 五日清晨 山本帅主力舰队向东 玉宇近藤 南云会合 6点52分 驻摩号4号侦察机 发回一条重要信息 发现敌军航母一艘 漂浮在111度方向 据我起飞位置240海里 附近有一艘驱逐舰 8点 古村舰长向南云做了汇报 消息迅速传至大和号 山本立即向潜艇部队发出命令 在中途岛附近游翼的1168号 前往指定海域实施猎杀 8点15分 晋腾准时与山本主力舰队会合 南云却迟迟不见踪影 语言命令凤翔号舰长梅谷勋 放飞了几架老式鱼雷机 前往寻找南云的下落 其实第一机动部队一直与进腾的航向保持平行 正在向主力舰队靠拢过来 12点05分 驻魔号的廖望哨发现了远处大和号高耸的岛式舰柱 下午1点 阿部第八巡洋舰战队已在主力舰队附近就位 最后一艘驱逐舰一直到3点才会入大队 眼前这幅凄凉景象根本不是众人战前期望的胜利大会师 变成了狼狈大逃亡 此前从凤翔号起飞的一架鱼雷机发回了一条匪夷所思的消息 中村樊雄竟然发现大火肆虐的飞龙号仍倔强地浮在海面上 短时间内毫无沉默迹象 大厅青司对航母拍了几张照片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情景出现了 航母飞行甲板上竟还有人对他们挥舞帽子 7点20分大厅发回了目击报告 飞龙号甲板上出现的正是被卷云号无情抛弃的那群人 这群人是轮机长向宗邦赖手下的发动机士部分人员 他们被大火封在下边无法脱身 数小时内未接到剑桥发来的命令 向宗判断应该是离开航母的时候了 他们用锤子和凿子在两有储备处的舱壁上凿出一个洞后 钻紧机库 在那里竟可以看到阳光从甲板被炸出的孔洞里射进来 当他们寻着光亮来到甲板上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无情抛弃 腾天勇别角的攻击并未取得明显效果 飞龙号暂时还不会沉 但也不会永远飘在海面上 倾斜的飞龙号沉默在即向宗命令大家跳海尽快游到救生艇上 没过多久 飞龙号在海面上完全消失了 水下传来隆隆爆炸声 随见陪葬的有392名水兵 向宗带38人成功登上了小艇 他们当中有三人戴着手表 时针停在9点07分至15分之间 这就是飞龙号沉默的大致时间 然而随后赶来救援的古风号 并未发现茫茫大海上的两艘小艇 向宗等人就这样飘在海上等死 在海上飘了14天后 他们被美军一架卡塔琳娜发现 塞马德派巴拉德号俘虏了向宗等人 他们终于成功登陆中途岛 身份不是占领者而是战俘 7点30分 当大厅的电报传到大河号时 山本和宇原顿时目瞪口呆 宇原迅速致电 正匆匆赶来会合的南云 飞龙号沉默了吗 请报告具体情况和位置 对此 南云不敢断定 他于8点20分 命令古风号 根据降风号侦察机的报告 前往调查详细情况 并就出相关人员同时强调 如果飞龙号仍飘在海上 就以鱼雷将之击沉 接令后 古风号立即脱离大队 调头东行 所有人都在向西脱离战场 只有自己孤零零一艘驱逐舰 迎着美国人向东驶去 舰掌圣剑机知道此行凶险无比 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古风号由此踏上了漫长而危险的旅程 承担了卷云号犯下的错误 当他到达指定海域时 海面上已空空如也 他们也没发现那两艘快艇 圣剑机立即下令掉头返航 四十七点 中途岛向斯普罗恩斯 发了一封电报说 一架卡塔琳娜发现两艘敌巡洋舰 位于286度方向 距离174海里 航向310度 航速20节 九点左右 珍珠港转来了两份更详细的目击报告 唐纳德干姆兹上尉的卡塔琳娜 八点在中途岛324度 距离440公里处发现了一艘燃烧的航母 旁边有两艘战列舰和三四艘巡洋舰 以12节速度向西北退却 20分钟后 大卫西尔夫少尉的卡塔琳娜 在中途岛335度距离460公里处 发现另一艘航母 航向245度 随后又有报告显示 中途岛西240公里处发现第三艘战列舰 令中途岛西北325度方向370公里 发现了包括日军五艘驱逐舰在内的十几艘舰船 正以25节航速向西北挤持 斯普罗恩斯完全可以派飞机 打击那两艘落魄的敌巡洋舰 但他始终牢记自己首要的任务是防卫中途岛 再者他对中途岛西北方向 是否还存在日军航母更感兴趣 那两艘巡洋舰距离中途岛如此之近 完全可以由岛上陆基航空兵去收拾 于是他下令舰队提速至25节 于9点30分转向正西 从中途岛正北90公里处驶过 期间因莫纳汉号严重缺油 斯普罗恩斯命令他去营救一个 意外落水的卡塔琳纳基组 之后加入约克城号抢险船队 现在第16特混舰队只剩6艘驱逐舰 由量军处于警戒状态 截至11点20分 在确认中途岛不会再遭到直接威胁后 斯普罗恩斯决定攻击那艘正在燃烧的日军航母 其实此时飞龙号已经沉没了 如果那艘航母保持报告中的航速和航向 目标应该在前方415公里处 斯普罗恩斯打算在下午3点 放飞两艘航母的俯冲轰炸机 参谋人员迅速在海图上进行测算 发现敌舰正好处在无卫式的极限攻击距离 虽然期间可以通过追击航行 将距离拉近到350公里 但起飞过程朝东南逆风方向行驶 将使出击航程再次扩大到415公里 这对挂载454公斤炸弹的无卫式 还是显得距离太远 但伯朗宁说航母在放飞攻击机后 立即掉头高速驶网战场就完全没有问题 下午2点20分 斯普罗恩斯再次收到珍珠港山山来池的电报 返航的甘姆兹提供了起火航母的准确位置 并说附近还有未起火的第二艘航母 同时有战列舰两艘 巡洋舰三艘和驱逐舰五至十艘 米米兹告诉斯普罗恩斯 这支舰队特别是其中的航母 是你最佳的攻击目标 伯朗宁极力主张立即起飞所有无卫式发起攻击 起飞过程的背道而驰 将使出击航程拉大到500公里 伯朗宁固执认为 平25节的追击速度 完全可以将返航路程 缩短到无卫式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随后 企业号上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从约克程号前来避难的肖特和沙姆维 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命令 他们请求加以修改 以使完成攻击的飞机理论上能安全返航 莫里和迈克拉斯基闻讯 大吃一惊 尽管阴伤不用参与攻击 但迈克拉斯基认为应该对下属负责 前一天因飞战斗损失牺牲的战友已够多了 经测算 莫里带三名队长冲进了编队指挥所 迈克拉斯基明确指出 无谓是携带454公斤炸弹 攻击500公里外的目标 毫无生还希望 他请求伯朗宁让飞机装载227公斤炸弹 推迟一小时起飞 再清淡可以减少油耗 推迟起飞 则可缩短接地航程 尽管他的理由令人信服 但傲慢的伯朗宁要求飞行员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 拒绝做出任何让步 吵闹声惊动了正在查队标图的斯普鲁文斯 弄清事情缘由之后 他直接告诉迈克拉斯基 你们飞行员想怎么干 我就怎么干 斯普鲁文斯对伯朗宁四日的表现非常失望 眼前这一幕使他完全失去了对伯朗宁的信任 最终 斯普鲁文斯做出决定 出发时间不变 出击飞机全部装载227公斤炸弹 然而参谋们再次犯下了不可宽恕的错误 他们并未将敌见最新位置通知点米切尔 想当然地认为 大黄蜂号一定也收到了珍珠港发来的最新信息 只是简单通知将454公斤炸弹更换为227公斤炸弹就算完事 根据之前的判断 米切尔认为 敌人仍在挂在454公斤炸弹轰炸机攻击范围之内 也就懒得给已挂在重磅炸弹的无卫士换弹 下午3点 第16特混舰队转到东南逆风方向 12分钟后 沙姆维帅32架无卫士从企业号腾空而起 3点30分 斯坦厄普林率领11架辅冲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起飞 半小时后 沃尔特罗迪少校的21架轰炸机也升空了 其中7架依然携带454公斤炸弹 总机65架无卫士向西北方向呼啸而去 可惜他们的攻击目标飞龙号早已在海上消失不见 大黄蜂号飞行大队在4日的战斗中寸功未立 备受指责的斯坦厄普林急于通过战斗来洗刷耻辱 下午5点15分 斯坦厄普林的视野中出现了一艘孤零零的轻巡洋舰 那是圣舰机的古风号驱逐舰 出击前 斯坦厄普林已被明示攻击目标为日军航母 一艘轻巡洋舰显然太瘦 于是他继续向西飞行寻找可能存在的肥肉 古风号很快就被圆圆甩在身后 到达预定截击点后 斯坦厄普林发现海上空空如也 急于建功的斯坦厄普林又向前搜索了185公里 一无所获 此时他已飞出580公里 大大超过了无卫士的作战半径 必须立即掉头返航 如此空手而归实在窝囊 斯坦厄普林想到了刚才那艘日军轻巡洋舰 早在被斯坦厄普林发现前的4.36分 古风号已遭遇过一轮空袭 从中途岛飞来的5架 B-17从3300米高空 对他投下15颗272公斤和8颗136公斤炸弹 照例无一命中 激起的水柱只打湿了驱逐舰的上层建筑 令人意外的是 古风号似乎还有斩获 一架空中堡垒被驱逐舰的防空炮火 逼得手忙脚乱 不但机翼受伤 还将附油箱连同炸弹一起投了下去 最后连人待机不知所踪 圣剑街还未擦干额头的汗水 玩6.08分 斯坦厄普林的轰炸机队到了 对古风号接连投下炸弹 无一命中 一颗禁尸弹爆炸 产生的碎片穿透了三号炮塔 炸死炮兵6名 大黄蜂号第二攻击机群 再次未能发现任何目标 只好带弹性性返航 企业号机群同样没有找到 那艘已沉没的航母 截听到斯坦厄普林的联络电报 沙姆维决定对西南海面实施搜索 6点20分 他同样发现了那艘倒霉的清寻洋舰 由于燃油已显不足 沙姆维同样选择古风号作为攻击目标 接到圣剑机发来敌机第三次蜂拥而至的消息 山本认为古风号很可能回不来了 一艘小小驱逐舰接连遭遇三轮攻击 可见古风号面临的局势有多么绝望 但圣剑机的操舰水平的确不容小觑 他毫无据色地操舰在高速运动中进行了一系列高难度的S型规避 恰似在水柱中往来穿行躲过了非常多的近尸弹 日军舰员利用所有武器拼死反击 甚至不惜动用了主炮 日本人的殊死反击得到了回报 在攻击临近结束时 双方都看到一架无畏是重弹坠入驱逐舰尾流之中 傍晚时分 圣剑机发现海面上已空空荡荡 平静如出了 古风号愉快地离开了这片海域 迅速西行重返主力舰队 在此之前 又有两艘日军驱逐舰匆通过了中途岛以西海域 途中并未被美军发现 他们是之前因速度慢被甩掉的荒潮号和赵潮号 正受力天之命快速前往与受伤的两艘重巡洋舰会合 夜幕降临 斯普罗恩斯开始为返航的飞机担心 大部分飞行员没受过夜间起降训练 黑暗中降落势必造成不必要的非战斗检员 斯损再三 斯普罗恩斯决定铤而走险 下令打开甲板弦灯 同时以探照灯照射天空 为返航的轰炸机导航 此举显然凶险无比 不但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也可能遭到敌军潜艇的暗夜攻击 斯普罗恩斯认为 航母一旦失去舰载机 就像被解除了武装一样变得无能 完成收容 斯普罗恩斯对当前局势进行了判断 第四艘敌军航母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他不知道飞龙号已永远不会给他添麻烦了 六日黎明 两艘驱逐舰与缓慢西行的三威号最上号会合 骑山顿绝信心被增 在中途岛西北650公里处 斯普罗恩斯放飞了企业号18架侦察轰炸机 对舰队西侧390公里范围实施搜索 6点45分 威廉卡特少尉发回消息 发现敌战猎舰一艘 巡洋舰一艘 驱逐舰三艘 正以时节速度向西航行 这条消息被戏剧性的议成了一艘航母和五艘驱逐舰 由于前一天追击日军航母毫无结果 斯普罗恩斯决定谨慎从事 他命令金凯德从明尼阿波利斯号和新奥尔良号 各弹射一架水上飞机 追踪新发现的日军航母 这样就可以省下无卫式实施攻击 就在大家紧急准备之时 大黄蜂号罗伊吉一驾驶的轰炸机在7点30分返航 报告发现日军重巡洋舰和驱逐舰隔两艘 两次敌情在海图上标示之后 发现两者仅相距96公里 斯普罗恩斯判断自己面对的可能是日军两支舰队 其中一支有一艘航母 他下令舰队提速至25节航向西南 两艘航母的攻击机准备起飞攻敌 其实上述海域只有日军的两艘重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 7点59分 大黄蜂号放飞了25架无卫式 其中8架携带227公斤炸弹 其余携带454公斤炸弹 米切尔魄力派出了8架护航战斗机 攻击机群依然由大队长斯坦厄普林亲自率领 这是挽回面子的背水一战 随着更多侦察机返航 因通信和密码破译造成的错误 很快得到纠正 斯普罗恩斯依然坚信 敌军有两支相互独立的舰队存在 8点50分 他致电斯坦厄普林 目标可能是战列舰而非航母攻击他们 齐山对自己的危险处境 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 美军侦察机的不断出现 使他预感到敌人的攻击即将来临 9点30分 斯坦厄普林的攻击机群 就出现在日军视野之中 鉴于之前情报显示 附近海域可能有战列舰存在 斯坦厄普林并未贸然对其发起攻击 而是继续向西搜索寻找 并不存在的战列舰 搜索毫无结果后 斯坦厄普林在9点50分 率队向齐山舰队发起了攻击 日渐速度已加至最大 防空炮火也很快打响 虽然毫无空中保护力量 绝境中日军的防空炮火依然颇具威力 两架无卫士很快被击落 四名机组成员全部丧生 美军投下的两颗炸弹准确命中最上号 落在5号炮塔的那颗炸弹将附近炮手悉数炸死 另一颗命中舰体中部炸坏了鱼雷发射管 引起舱底起火 幸亏原渡有先箭之名 之前已抛弃掉所有鱼雷 才为引发更大的灾祸 在原渡指挥下 大火在一小时内被迅速扑灭 斯坦厄普林及时向齐号汇报了战果 未发现敌军航母攻击敌一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 命中一舰 敌舰航向270度 航速25节 无空中掩护 最后一句话至关重要 说明附近海域并无日军航母存在 美军完全可以放下心来大打出手 期间 齐夜号的斯罗尼姆上尉截获了敌舰发出的球员信号 促判断呼救者为日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 斯普罗恩斯在9点50分向全军发出了激励电报 我们相信近藤正在被炸的那艘战烈舰上 齐夜号的攻击出动了31架无畏式12架护航野猫 由之前备受争议的格雷指挥 现在到了痛打落水狗的时候 斯普罗恩斯咬牙派出了那三架宝贵的鱼雷机 斯普罗恩斯特别叮嘱罗伯特劳部少尉 如敌防空炮火过于猛烈 哪怕只剩一门防空炮 鱼雷机也可放弃攻击直接返航 11点15分 攻击机群在肖特上尉率领下朝日军舰队猛扑过去 孤立无援的齐山在11点致电大河号 遭敌军飞机和水面舰艇追击 山本和他的参谋 只能心惊胆战地看着前线发挥的电报 为四艘舰艇的安全和命运担忧 发出电报后 齐山率舰队继续以最快速度向西南退却 希望尽早进入威克岛日陆基航空兵的保护范围 据美军上次攻击已过去两个小时 如果能挺过下午 夜幕将保护他们安全行驶一整夜 第二天黎明 他们就能得到威克岛陆基战机的掩护了 12点11分 肖特机群追上了奋力西逃的日军舰队 肖特并未就此停下 而是继续向西寻找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战列舰 随后赶到的是格雷的12架野猫和牢布的3架蹂躏 而是格雷降低高度准备为牢布护航 同时仔细观察肖特刚放过的目标 日军防空炮火立即打响 密集的高射炮火使格雷确信 下边出现的正是大家苦苦寻觅的战列舰 立即呼叫肖特掉头攻击 肖特飞出55公里后一无所获 于是掉头对骑山舰队发起了攻击 没有灵战的阻击 美国人在空中终于可以随心所欲了 最上号接连被命中两弹 一颗炸弹在船中部甲板上爆炸 另一颗准确命中箭桥造成重大损伤 三维号遭到更多美极攻击 一颗炸弹准确命中箭桥前方的三号主炮塔 致命的金属碎片雨点般飞向箭桥指挥中心 包括诱咸防空火炮炮掌在内的几名军官 当场死亡 此时骑山恰好伸头观察情况 被飞来的弹片击中 当场倒地不省人事 骑山重伤 副舰长高岛秀雄立即接过了指挥权 局势依然凶险无比 三维号很快又被命中两弹 第一颗将甲板撕开 另一颗摧毁了右衔机房 箭桥顿时浓烟滚滚 大火肆虐 三维号速度很快降了下来 美机仍然不依不饶进行投弹训练 巡洋舰被无数进尸弹击起的水柱团团包围 几乎看不到它的影子了 接连又有两弹击穿甲板 在尾部机房爆炸 鱼雷发射管燃起大火 至少五颗炸弹和两颗进尸弹 导致三维号慢慢停了下来 成了美军攻击的活靶子 最上号上 舰长曾尔章眼睁睁看着救星被炸得面目全非 他一度认为三维号已彻底瘫痪 下午两点二十分 曾尔向山本发去了战情通报 虽然自身难保 最上号依然顽强靠上前去试图救援 所有美机均顺利完成投弹 清点后 肖特高兴地发现带来的兄弟一个不少 他确信攻击至少摧毁了敌军一艘敌舰 于是打起圣鼓班式回朝 三架蹂躏者并未参与攻击 看到日渐防空炮火打得挺起劲 劳布安斯普鲁恩斯的命令 静止率队返航 虽已停在海上无法动弹 但三维号的两个锅炉还在运转 船身平稳 毫无沉默迹象 如果大火能得到控制 他依然有望恢复航行 增耳清楚 只要能躲过美军下一轮攻击 黑夜就将来临 他们生还的希望会大大增加 随后 三维号上突然爆发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巨响 那些威力惊人的九三式氧气鱼雷 接连驯爆 整个甲板瞬间被炸成了乌黑的垃圾场 高大的主围倒向海中 整个上层建筑已无法辨认 军火库爆炸 导致舰底开裂 三维号开始徐徐下沉 下午1点58分 绝望的增耳向山本发出电报 三维号已很难复原了 高岛在浓烟滚滚的建桥上下达了弃建命令 他下令所有人停止工作 集中到前甲板制作救生法 水兵开始往海中扔木头 救生衣或任何可以漂浮的东西 然后纵身跳入海中 重伤的齐山和其他伤员第一批被送上救生法 高岛平静地站在乌黑的建桥上 默默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虽然齐山依然活着 但此刻他是这艘建事实上的最高指挥官 委托军需官和飞行长带走重要文件资料之后 高岛决定留在舰上与三维号同生共死 厄运很快再次降临 齐山刚被台上荒潮号 美军第三波攻击机群咆哮着来到了 他们是1点45分 从大黄蜂号起飞的23架无卫式 指挥官依然是近两天运气欠佳的斯坦厄普林 这是本次海战中双方舰船距离最近的一次 斯坦厄普林既能回头看见身后的航母 又能看到前方的敌人 由于双方距离很近 斯坦厄普林的机队全部携带了454公斤炸弹 三维号只能坐以待毙 它的整个上层建筑已变成了一堆焦红卷曲的废铁 甲板上烟雾弥漫 最上号和荒潮号知道如果不尽快高速离开 只能落得和三维号同样的命运 两舰开始封了市的史离三维号 将水中数百名苦苦挣扎的水兵无情抛弃 下午三点 斯坦厄普林帅机群开始俯冲 因三维号已无攻击价值 美军开始疯狂攻击最上号 昭潮号 荒潮号 三舰周围海水被炸的波涛翻滚 荒潮号三号炮塔被命中一弹 舰尾挤满了刚从海上捞起来的三维号水兵 不少人再次被爆炸七浪掀进海里 37人在爆炸中死亡 爆炸毁坏了荒潮号堕轮并诱发大火 美军其余炸弹偏离目标 大火得到迅速控制 依靠手动驾驶的荒潮号 依然可以跟着最上号落荒而逃 昭潮号虽未直接中弹 也有22人命丧美军机枪之下 一颗炸弹落在最上号水上飞机甲板上 病原舱完全变成了一座地狱 所有军医和医护人员非死即伤 无法移动的伤兵被不断逼近的大火无情吞噬 连炸待烧导致舱壁严重变形 附近的逃生通道因此受损 尽管圆渡组织人员奋力铺救 火情依然有完全失控的危险 圆渡不得不做出了合理却不合情的决定 关闭全部完好的救生通道 封锁所有房间 他知道里面有不少人还活着 但为拯救军舰 他只好采取这种显然很残忍的办法 圆渡的果断最终拯救了最上号 舰上火势因此得以迅速控制 最上号可谓大难不死 他的发动机竟然还能运作 此时离天黑还有三个小时 美军下一轮攻击随时可能到来 下午3点25分 曾尔像原度一样做出了痛苦的决定 带两艘驱逐舰 以最快速度向西逃窜 拉大与追兵的距离 任由三维号自生自灭 此举看似非常没意气 毕竟人家三维号是主动留下来帮你的 现在你独自逃生 把人家扔在这里不管 但也只能通过牺牲少数来保存多数 三舰匆忙救起包括 岐山在内的239名水兵 对那些依然在海上苦苦挣扎的人 只能忍痛说再见了 下午5点15分 两架无卫士再次来到三维号上空 以目前来看 那艘日军重巡洋舰已到了弥留之际 几人拍下了敌舰的最后影像 三维号约在晚7点30分沉入大海 成为开战以来日军损失的第一艘重巡洋舰 约700名水兵随舰沉没 夜幕降临 看来这个夜晚美国人暂时不会来追杀了 曾尔命令荒潮号掉头返航 尽一切可能营救三维号的幸存者 当荒潮号赶到白天受攻的海域时 除黑色油雾之外什么都没发现 历尽劫难的最上号和两艘驱逐舰 成为本次战役最终摆脱追击的日军军舰 最上号可谓急行高涨 它的速度竟慢慢提到了二十节 第二天成功逃脱的三舰 与前来接应的近藤舰队顺利汇合 晚七点 第十六特混舰队已前出至中途岛以西740公里 斯普鲁温斯感觉自己有点冒险了 每向西航行一公里 遭敌军潜艇和空中打击的危险就增加一分 私损再三 斯普鲁温斯决定停止向西航行 绝不进入威克岛日陆基航空兵1300公里的打击范围 这是他从珍珠港出发时早已打定的主意 七分钟后 斯普鲁温斯果断下令掉头返航 六日夜晚 所有情报都未显示阿留申海域的日军航母有南下迹象 尽管如此 米米兹还是警告几位部下 敌人的撤退很可能是暂时的 之后 一架侦察机在阿留申以南再次发现日军航母 为此 米米兹发出提醒 所有部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随时准备应对敌军的行动 然后他致电金 萨拉托加号将离开珍珠港 为斯普鲁温斯运取增援飞机 然后是情况而定 如果中途岛继续保持有力态势 第十六特混舰队将北上增援阿留申群岛